你好 欢迎收看1月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以往每年三节花莲若是家庭都要排队领取应有县长投下的白米 不过这项历时13年的措施要换个方式了 花莲三节的生活物资发放考量到耗费人力物力 民众搬运不方便还有发放物资未必会符合民众需求 今年开始是改为发放生活物资券 规划全年一次在3月或4月份的时候来发 让民众可以自由选购自己需要的物资 由前任花莲县长发起的花莲三节生活物资发放 自民国99年起历时13年春节短午集中初节 都会要弱势家庭到现场排队领米 再由县长亲子一一发放 米带上还印制县长头像让民众印象深刻 不过排队领米将要走路历史换个方式 花莲县府社会处指出 今年起三节生活物资发放将改为发生活物资券 让民众自由选购所需物资 目前规划为全年发放一次 于3月或4月发放 希望减少乡亲周车劳顿斑米情形 社会处指出 以往发米需耗费大量人力物力 包含米的配送车辆斑米人力等 花莲县府配合联合国17项永续发展指标SDGS 尝试将三节物资发放做出变革 如发放物资不提供塑胶带改为环保带 再改为一年三节发放仅提供一次环保带 而此次重大变革 主要考量民众长一米的重量领取不易 又发放的物资未必为民众所需 且有周车劳顿情形 因此改发卷 让民众自由选购所需物资 希望在救助弱势之余 也有效减少碳排量 从一瓶由一包米到两包米 再到发卷 社会处强调 发卷目的是要减轻弱势民众生活压力 还请民众不要购买烟酒及槟榔等产品 并会事前公告通知领取方式 发放对象和面额 由于是第一次发卷 县府会针对各乡正式发放后情形与问题 滚动式修正 期许能发挥最大效益 帮助真正需要被帮助的人 记得长邦彦大华联报导